经过大连市中心医院 各方23天全力救治 杨洪健的生命最终脱离了危险 可是接下来的噩耗 始终让杨洪健的父母无法承受 当时是个恶性彭除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过反复的抢救治疗 使这个病人相对安稳的情况下 介入ICU治疗 这个病人昏迷长达很长时间 十一位孩子是很阳光的孩子 一米八几个大个子 长得非常水灵 他是那个人一说话就先笑 喜欢写作喜欢没写 老总都很喜欢的 年年是优秀用功 如果不出这个事 这孩子还是很有钱的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过 黑天白天不知道 我哭一半哭我就这么想 我没找到能不能起来 我要不起来玩怎么办 俗话说 尽人是听天命 或许大家的努力感动了上天 经过了892个日日夜夜 救治和护理 奇迹最终降临到了杨洪健身上 你二年的三月二十六号下午都给那种电视演小品 我偶尔听他玩笑 他妈说你看他也跟你笑笑到点上了 他妈说还是不行了吗 我说儿子 能听懂爸说话 你给我瞇一下眼 还得一瞇过眼睛 哎呀给他娘乐的 一个高就跑出这儿 赶他跑赶他喊我还是行了 我一三年出院就这么回来我就开始做了 就准备一些东西 一直坚持到现在了 13年了 我家都五六年了 这边签个绳 这块呢 我就是特意高这么一个宽子 这是个松紧的 这孩子不勒腿 要的时间长了就不过学了 那边就签到那顶上 他两块的签的时候 开始我还没签到这么大度数 能签到90度左右 后来是每天都得加加加加加 我儿子也坚强 一直加 每天签的再半个小时 哈你拔了 你看这个吧 一个是吊环 这边做一个勾子 要不它一拉 它往这偏 把它勾上 做矫正 做矫正 哎 好 什么吧 根据医院那些设备 根据自己这个屋 你看定定吧 你都是 就是让他早点站起来呗 那怎么着 就是想这个土味吧 看起来这个土味吧 还挺管用 躺得得挺一点啊 爸爸都快到60了 不给你签起来 没有时间了 热了 肚子热了 我儿子坚强 你那有个坚强 你不坚强不行啊 哎 把包端层 哎 好样的 你真棒 他站床啊 得一小时 每一样都是半个小时 再一小时左右 都很累的啊 加在一起 五六个小时啊 他呢 你想 这个我孩子呢 他休息了 腿了一天 我料理这个时间呢 我还得干点别的